嗨,哈囉,大家好,我是Liu 前幾天有一個消息從華爾街那邊傳出來是說 可以用比特幣支付亞馬遜的費用 所以就是後來就讓比特幣有很大的漲幅 那我跟大家帶著說明看一下 那最新的消息的話就是 亞馬遜是否認他是不接受比特幣付款的 那7月26號時候週一他已經有宣布 他們的發言已經宣布 亞馬遜是不接受比特幣付款的 那因為媒體是有引用一位不願透露姓名人士的 內部人士啦 就是反正放出一個消息 談到說亞馬遜將要接受比特幣 造成加密貨幣市場的大漲 那比特幣的話從7月20號的週二 那時候就從最低點的2萬9 從這個2萬9千美元 來到禮拜一就是前天禮拜一的 4萬0600多 漲最多 這是總共漲了1萬1千美元 漲幅38% 那這個是我從他的那個技術線品拿出來給大家看 大概總共漲了5天 漲了5天 從2萬9000漲到最高超過4萬 OK 好 那亞馬遜發言人是說 儘管我們是對加密貨幣是有興趣的 但是媒體所猜測 我們的亞馬遜加密貨幣的具體內容是不正確 那官方是這樣講 然後說他的重點還是專注在服務在亞馬遜的客戶的購物體驗上 這官方永遠都是這樣講的 那但是因為市場上會覺得說 可能亞馬遜會接受用比特幣購物的話 是因為7月22號他發布了他需要這個加密貨幣 還有區塊鏈這個產品負責人的職位空缺 所以其實他說今年年底以前不可能 但是那換句話說那是不是明年就有可能 那越來越多就開始會接受加密貨幣進行致付 因為之前比特那個比特幣可以用來買特斯拉 但後來因為Elon Musk是說 因為是環保的問題 所以他接下來是有講到說 如果用來開採比特幣的再生能源的數量達到一定的比率之後 他可能會接受可以用比特幣作為支付的一個方式 所以其實我個人覺得說比特幣有可能接下來可以買到實質上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OK那分享給大家謝謝 謝謝